我跟她是朋友介绍认识的 觉得都有好感 要生物交流微信 就这样认识了 这次来主要是因为觉得 男朋友给不了你安全感 对 对吧 然后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对 说点具体的事好不好 就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感觉还蛮好的 她对我也很细心 很照顾 但是从确定关系 两个月左右开始 我发现就是她的手机里 会有各种去认识异性的 叫软件 然后这个就让我很不满意 我就觉得既然已经谈恋爱了 就不用再去认识其他的异性 这个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当时就说我不是坚持做这个工作 招聘主播嘛 必须得在软件上加这些人 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我觉得对于你来说 可能工作只是占50%的原因 还有50%的原因 就是想认识其他的一些异性 我有看过你的聊天记录 如果只是工作的话 可能会说我是什么什么平台的 我想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这样就很简单 就是工作的性质 但你一上来跟他们说的是 小姐姐你长得好漂亮 可以跟你加个微信吗 可以认识你吗 可以约你吃饭吗 就是这种类似的 当然就是说上面教我们的事 就是说先跟他交个朋友 然后再说工作的内容 那如果一上来 就说工作的内容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但是你完全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段 去认识更多的异性 而不是通过这些交友软件 这个不是刚认识两个月 就确定关系两个月嘛 那距今已经多久了呀 也有四五个月了 这事现在还做吗 他非常的介意 那如果做下去 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就没有做了 你看这不是不做了吗 因为他不理解 但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点赞喜欢的页面 90%都是点赞一些漂亮的女生 这也没什么呀 他就是喜欢嘛 我觉得挺正常的点点赞 我很介意这个 因为你每天都跟我在一起 没有关注我 而是去点赞一些 喜欢一些其他的异性 他都关注什么样的这个美女 什么样的小姐姐 就是身材很好的 长得很漂亮的那种小姐姐 跳舞很好看的 那我是以欣赏的角度 去给她们点个赞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也没什么 那个爱美之心人街有之 没有在里面 在私信聊什么的吧 这个我倒是没发现 对 我没有私信聊什么 我觉得主持人说 这句话是对的 没有问题 但是这些都是网络上虚拟的 同样我也在她手机里 发现了一张照片 是我们在处于暧昧阶段 即将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 她跟其他女生的合照 我们也可以在屏幕上看一下 就是唯有非共存 你研究生读的是什么呀 法律是吗 你以为我是侦探是吗 不不不 我觉得你像学法律的 你知道吧 全是证据 来 我们看一下 对 就是这张照片 就完全可以看出 跟这个女生非常亲密 然后我就很介意 因为那个时候 是我们处于暧昧阶段 马上就要确定关系的时候 这就说明她可能是在广撒网 然后看谁能够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我们当时还没有确立关系 我是不是可以跟其他女生 进行一个交友的方式呢 那我跟她只是普通的好朋友 普通的好朋友 照这种照片 你不觉得太亲密了吗 我也有普通的异性朋友 但是不会照这种照片 我们只是普通好朋友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而且你非常的主观异断 每次都说我的问题 难道你自己没有问题吗 我有什么 我跟你确立关系之后 你还跟你前男友进行联系 什么意思吗 还在大半夜给他点赞 有时候还聊天当着我的面 那有前男友的微信 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就是朋友圈互动一下 也没什么的吧 你还跟前男友 有藕断丝连的关系 这样我怎么想 不是藕断丝连 前男友只是我微信列表里 其中一个好友而已 那你可以清楚他 跟他还有任何关系吗 那你也同样没有清楚 刚刚我翻照片 那张女生的微信 我跟他没有确立关系 我们只是好朋友 我已经说了 那我的前男友 现在在我心中 也只是朋友关系 你这样做会让我觉得 你们有可能会复合 好了好了好了 这有啥 每个人标准不一样 关键是他在平常 跟我一起交往的过程当中 也出现过很多问题 比如说就是 我们刚在一起一两个月 他从来都不会迟到 但是从第三个月开始 比各种理由迟到 如果你不想来的话 你可以提前跟我说 干嘛要搞这一处 这个你知道的 我刚开始跟你认识的时候 我那份工作是比较自由的 但后面我们确立关系之后 我又换了一份工作 那一次约会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约了七点嘛 六点多快下班了 突然领导又给我说 要加班 大概十几二十分钟 就能搞定 所以我就没有跟你说 我觉得能及时赶过去嘛 首先这件事情 你领导叫你回去 你完全可以在他 叫你回去的时候 给我发一个微信 让我晚一点出门 而不是至于让我在那里 等你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 其次就是 你不止一次迟到 如果我们见面有十次的话 你可能七八次都在迟到 有时候 确实是有些堵车嘛 没办法 但是等人真的是一件 让人很烦躁的事情 除了等之外 还有别的什么 另外就是他很爱抽烟嘛 然后抽烟量很大 可能一天要抽一包烟 我在他面前也提过 我说你慢慢地把这个烟戒掉 或者说少抽一点 他也答应我了 但是这已经快半年了 你根本就没有付出任何行动 你要知道烟对一个男人来说 不是那么容易戒掉的 而且我很尊重你对我说的建议 我没有在你面前吸过烟吧 我都到外面吸烟 吸完之后才进来 你要我一下子戒烟 怎么可能呢 我已经习惯了 可是你可以慢慢地把它戒掉 而且你有想过 每一次我们见面 可能三四个小时的时间 你断断续续地出去进来 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都在外面抽烟 你觉得这合适吗 可是因为我尊重你啊 所以我没在你面前抽烟 我跟你说 这个不要诚思多理了 吸烟有害健康 年轻人不要吸烟 这个就不要争辩了啊 这个我知道 努力 努力 从减量开始 还有就是因为他有三个姐姐 然后他是他家最小的 所以我觉得 在我的印象里应该就是 他父母就是宠着把他长大的 然后惯着他 每个月他就是那种月光族 然后不会给自己存一点钱 花钱也是大手大脚的 然后这个问题 我也跟你说过很多次 你也没有付出行动 我觉得要存钱是可以的 但是有时候 难免会碰到其他情况 比如说朋友生日啊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嘛 你要理解 你要站在我的角度去想 你把钱花在你那些朋友身上 你觉得合适吗 我哪些朋友 就是你那些狐朋狗友 我那些朋友怎么了 有始祷你了还是怎么样了 他有一群朋友 就是每一个都让我很看不惯 不是 那你怎么看上他的呢 不知道 不以类聚人与群分呢 对 所以就是说 我在后来认识他那些朋友之后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这样的人 他那些朋友怎么招你了 首先有一个朋友 就是经常叫他出去喝酒 最危险的一次情况是 他喝醉醉倒 然后大出租车去了一个景区 睡在马路边上 这个太危险了 这个我也得说一下 我朋友为什么会经常有酒疾 是因为他的工作 需要经常应酬这些东西的 有时候会交上好朋友 跟他一起 所以他有把你当朋友吗 你只是陪他喝酒的一个工具 你就这样想 他不是这样想 我们都不是这样想 我认识他的时间 比你认识他时间长好不好 那你的意思是 你们的感情比我们的感情要深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他比你更了解他一些 我就提醒一句 是不是好朋友 我们没有发言权 但是有一点 如果说好朋友 叫出来一起喝酒 有一个人喝多了 没人管 这个人露宿马路了 那天喝酒的那群人 我们要重新审视 所以我就说他这些朋友 根本就没把他当作朋友 没有 那天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确实喝多了 然后我朋友执意要送我 我说我自己能回家 确实一下上车之后 就直接阴醉了 本来是清醒了 上车以后醉倒了 对 而且自从有这喝酒的事情之后 我每次去哪里 他都有给我给他发定位 我就觉得非常的压抑 你是在实时跟踪我吗 对 首先这个事情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他经常会喝酒喝多 然后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 如果我知道你的位置 我可以去找你 而不至于发生一些 让人想不到那种可怕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 他之前有过玩 那个社交软件的先例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 消失的那段时间 就是去跟其他女生见面 或者是怎么样 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你这样就像妈妈一样管着我 我就觉得很没有意思 这哪里是恋爱 我跟他说分手 然后他又不同意 当然我当然不同意 虽然说他身上有很多缺点 我受不了 但是他也有点 我就是很爱他 很喜欢他 你有想过娶他吗 我当然有想过 所以当时他去深圳的时候 我爸妈刚好也在那个城市 然后我就想叫我姐 跟他一起吃个饭 让我爸妈跟他见一面 聊聊天 可是他又怎么想我的 我真的是觉得很难违心 就是主持人 那种情况特别尴尬 我到了深圳 那边是我去见我一个朋友 然后我落地 他突然跟我说 他姐姐要跟我吃饭 我一想姐姐同龄人 也就答应了 但是我到达现场的时候 发现他姐姐不在 反而是他爸妈在那里 我就感觉好像是 他骗着我过去见他爸妈 就那种感觉 或者说是他爸妈 他一家人想要考察我 但我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要考察我 我没有考察你的意思 当时情况 确实就是我姐姐 突然有事情 而且 要出气了 如果是你带着我 去见你爸妈 这个我都可以接受 反而那天你不在 我一个人去见你爸妈 丘比特文娟 听这两位的这个经历 那其实我们作为旁观者 我们心里很清楚 首先我们来看这位女士 你内心里面已经确定了 你们是要分手的 你所做的那一切 都是在为分手 找到说服自己的一些理由 你很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没有一个女生 可以笑着从对方的手机里面走出来 没有一个 你之所以为了要走进她的手机里面 去看这个软件 看那个软件 其实你是在想通过里面的内容 来说服自己 跟她分手 所以我不是特别看好你们这对 因为有一方已经很决绝地在收集 证据我要跟你分手了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这位男士 我们能看出你对女朋友的爱 你为了她换工作 你为了她发定位 虽然你内心很厌恶 但你还是发了 这代表她确实是爱你的 我见过比你更过分的对方的要求 你这是发定位 我认识一个人 她是她妻子天天看她的这个微信运动的部署 如果她正常在公司上班 也就是一天两千步 如果今天走了四千步 多出来那两千步是要汇报的 你到底那两千步走哪去了 你肯定离开公司这个范围了 对吧 她每天如果小心翼翼地打开自己的微信 因为她也不知道走了多少步 回去发现超了两千步 回去晚上她会主动汇报的 当然她也很幸福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里面 她会觉得说 我爱我的妻子 我愿意接受监督 我要给她安全感 这个人就是我 我很幸福 不难受的 慢慢地你会把这种监督 化作一种幸福感 因为这是你对女方负责任的一种态度 好吧 你看我们老师多不容易 为了真的帮到你们 把自己这点事就讲给你们听了 余老师 余老师 对你们俩的关系 我是很悲观的 我的悲观是源于女方的悲观 在你悲观背后是埋藏着一个很大的恐惧 你是渴望感情的 其实你比你男朋友还渴望感情 只是你害怕 你害怕她变心 你害怕你们在一块会出现各种问题 以至于当你再次回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上学的时候 你无法掌控它所有的轨迹 所以是因为你的恐惧而导致你在放弃 你的这份恐惧如果不做改变的话 其实你跟谁谈恋爱都一样 当然我也希望今天的提醒 看看能不能尝试让你们去做一些改变 至少尽力 而男方虽然对女方在呵护层面上 好像也有很细致很温暖的地方 但是实际上你的点和她的点没有完全对上 不同频 比如说像见父母的那个事情的安排上 你完全没有照顾到她的感受 只是认为我这样做是为了大家好 但是你丝毫没有考虑到女朋友的感受 这是为什么让她觉得没有安全感和恐惧的原因 因为你的关心 没有关心到她的情感层面上 你给到的温暖 在她看来远远不够 所以问题也摆在面前 你如果不再改变的话 肯定是最后要分开的 所以你有没有这样的能量 有没有这样的细心 多站在她的角度考虑 多呵护她的情感 给她内心的这种安全感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反过来再提醒女方 你觉得她应该自律对不对 她没做到 现在都得你管着才可以 你把自律的事变成了她律 永远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最后怎么样 你很累 你操碎了一地的心 什么吸烟啦 喝酒啦 什么各种的暧昧的可能性啦 你操了再多的心 你发现你多努力 它就有多荒废 因为自律的开关翻在你身上了 她就没有了 离了你 她就成了一个孩子 所以不要当妈 该是她做的事 就让她去做 在很短的恋爱当中 耐心地去观察 提醒她 你如果这样 我就怎么样 但是你不要去为她负责 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每个 你要交往的人都一样 不管对未来的孩子 和其他的朋友 你都不要去干涉别人 该自律的部分 所以两个人再努力一下 实在不行 就趁早放手 因为你们目前来看 真的是不太够看好 好吧 谢谢啊 两位男性老师都很悲观啊 屏宏老师 那我就更悲观了 我觉得女生可能 经过这四个月的相处 从最初认识这个男生 有一点点好感 到现在四个月过去 我认为你对他已经 好感荡然无存 在我听起来 你说他所谓什么 我们见面四个小时 出去抽烟就要一个小时 去喝酒啊 这个什么交友网站 这个聊天啊 这些东西 都是你找到的借口 你现在对他 装装渐渐都看不上 戒烟也是有难度 你也知道的 但你都不看这些了 你只看到的是 他所有的缺点 你其实也想 给自己找一个理由 我并不是对这份 感情不负责任 要和你分手 是对不起 你身上太多缺点了 我们没有办法继续 责任是你不是我 其实这个是 我不太喜欢的状态 我当宁可你一个 挺优秀的女孩 对自己未来有规划 你不用找借口说 一国恋都会失败 所以我们就分手吧 不用 就告诉他 相处四个月 对你这个人的好感 我已经慢慢没有了 我们可以做到朋友 或者我们就此别过 这个是我欣赏的 坦诚地面对自己 面对对方 才是对这段感情 对自己 对他人负责 男生我想说的是 你确实和他相处的 过程中有很多问题 这也不怪他 越来越不喜欢你 比如说见父母这件事 这么大一件事情 你怎么能提前 不跟他说呢 你认为这是对女生 的一种尊重吗 换成哪个女孩 都会吓跑的 更何况他本来就没有 那么喜欢你 所以你对这个女生的认知 其实一点都不清晰 你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你也不知道他能够 在你身上找到的那种 所谓的安全感是什么 而且你根本给不了 他安全感 所以你们两个 真的不适合 就各自找适合 自己的另一半 你们才能真的感受到 爱情中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谢谢 谢谢杨老师 我是看到了一个真相 面上好像是女生说 我可不能结婚 我得完成我的学业 别强去 好吧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虽然四位老师说的结果 都挺让人伤心的 但是我觉得 我真的不想错过你 我觉得我还可以 改正很多事情 还是可以有一个 美好的未来的 你每一次在跟我吵架的时候 跟我道歉的时候 你都说 我会改 其实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机会 其实我也是抱着一种 你会改的心态 来到这个节目 我也在想 到底要不要就是 继续跟你走下去 然后再给你多一次机会 再让我就是考虑一下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请开门 看好异国恋吗 其实我到现在都挺修捷 但是我还是决定 再给他多一次机会 因为他私下跟我说 他又不是个罪人 你要给他什么机会啊 不就给自己一个机会吗 别老高高在上的啊 这个还真有点过分了 对不对 谈恋爱是两个人互相给机会 凭什么你给人家机会啊 人家犯查错了 姑娘 给我们一个机会 对 好了 接下来一起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师 我们在一起两年半了 他总是因为他所谓的工作 对我若即若离的 毕业之后 我肯定是要以我的工作为主 开始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但是呢 我现在工作越忙 他越是想让我陪他 他也不是太能理解我 该需要他的时候 他不在 不需要他的时候 他总是来指手画脚 对我特别地抠门 我真的不知道 他是什么意思 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呢 有请这对情侣 何欠 男嘉宾小陈 23岁来自天津自主创业 女嘉宾小冰 来自湖南21岁学生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你好 主持人 咋认识的 我们在大学里认识的 是大学同学 还是什么情况 他是我学妹 比我小了两届 谈了多久了 两年半了 已经毕业了对不对 对 自主创业 那个自主创业 创的是啥呀 我现在做的是 跨境电商 就等于是在国外 开这个网络店铺 跟海淘相反 我们是把这个国内的产品 卖到国外去 还挺厉害的 为啥来呀 因为我们之间 存在很多矛盾 然后我们也经常因为 一些鸡毛蒜皮视频 大吵大闹的 比如说 我是在酒吧住畅 兼职 然后呢 南方说实话 他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 但是 但是呢 他还要反对我的坚实工作 甚至有的时候 还要我去辞职 这话你可以直接说一点吗 我挣钱 你不挣钱 你别管我 不就这意思吗 对 你可以直接说 怎么回事兄弟 是这样 因为他现在在的那家酒吧 工作环境不是太好 每天到晚上12点多 才要下班 然后客人也总是 有一些酒鬼 不是哪个酒吧里面 没酒鬼 不是只有酒鬼 才去酒吧 就是他这边 比较严重一些 像之前他在工作的 那几个就是 要不就是西餐吧 或者就是一些净吧 然后不会像 现在这一家酒吧 问题那么多 这不是很正常吗 就是我跟您说一件事 就是有一次 我在酒吧唱歌 然后有一个客人呢 出于对我的欣赏 就给我打了挺多小费 然后我就出于礼貌 我就得去给他敬杯酒 然后他们又给我打了小费 我就还是得给他敬酒 然后喝着喝着 一不小心喝多了 然后我就赶紧 给男朋友打电话 说叫你来接我 然后呢 你来是来了 但是你的态度 根本就没有 离我酒吧老板 还有员工不说 你明明认识他们 然后还气双双走向我 直接拉着我就去门口 数了我 这也不能怪我 他当时就是 跟客人喝的挺多的 我就赶紧给他拉出去了 然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你说我没有去 和你这个酒吧老板 或者是你们酒吧同事 去打招 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因为你身为酒吧老板 你首先你要保护你员工 在酒吧工作的安全 你自己酒吧助唱歌手 让一帮醉鬼拉过去喝酒 你这老板是干什么的呢 我当时已经很给他留面子了 我没有过去跟你们老板吵架 这已经算是很不错 当时我真的一直在忍 我 我理解了 就是我要像你这么大岁数 我也这么处理 但是到我这个岁数 我想了一个更好的处理方式 我要是你我去了以后啊 首先跟那位大哥得敬一杯 就说谢谢你老来听我女朋友的歌 对 我女朋友不能喝酒 我带他敬您一杯 你要给外人传递一个信号 我是在乎他的 我是爱他的 否则你这个行为传递的是 另外一个信号 我明白了 给别人可乘之机 知道吧 如果真爱是关照自己的爱人 而不是在他很难受又喝多了酒 没有办法要应酬客人 这个过程当中 你还去跟他发火 他心里多难受 我明白了 建议一下啊 建议一下 我懂 我懂 但是你这想法是对的 我二十多岁我也这样 你也得理解他 人家小 血气方刚 其实还有一件更加令人气愤的事情 你说 那就是我有一天 跟我小姐妹她们出去喝酒 我们去那种比较热闹的酒吧 然后我们红酒 羊酒 啤酒都喝了 然后我就感觉 顿时感觉我不太行 我赶紧给他打电话 然后他就跟我说 不行 我工作太忙了 我来不了 你这玩意儿 你是惯犯你这个 不是 我是以为你工作没办法了 你非得喝在那个场合里面工作 你没办法了 你是喝酒惯犯 不是 我真不是 老师 我 你没什么事儿 你跟朋友出去 就你们这些小女生 你们烂喝什么呀 还皮的 羊的 红的 你疯吧要 没有 老师 我解释一下 因为那天 解释什么呀 一帮女孩子瞎喝酒 为啥不去啊 不怕出事儿啊 是这样 那天就是我工作太忙了 我那天就是 已经忙了 两个通宵都没喝眼 然后就是 饭都没顾上吃一口 那他跟我说 我记得我实在是偷不开身 并且他朋友也在嘛 我说既然你朋友也在 你起码能安全回家 不能相信那些朋友 指不定一个个喝成什么 是 是 是 对 咱别喝酒了 行吗 姑娘 行的 因为我平时其实也不怎么喝酒 但是 因为我喝酒的 我想的是我有男朋友 我男朋友可以来接我 然后我那些小姐妹 也都有男朋友来接 但是她没有来接我 不是 你们没事 你们小姐妹喝什么酒呢 我就没弄明白 因为平时学习啊什么 然后我住畅工作 压力也挺大的 然后我们就去 住畅还没喝够 自己还在酒吧惯点 这可不好 现在我理解了 我一开始还批评她 我想可理解你了 是吧 你小姑娘家家老喝什么酒 不要再喝酒了 行 还有什么委屈 你说吧 就是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我一睁眼看手机 我男朋友都没有给我发过微信 关心我一下 主要是这样 因为当时我工作真的已经忙到了 不可开交了 我当时跟你说没说 我说的你到家 给我发个微信告诉我一声 然后她说她到了 然后我就当时就忙着我的工作了 你说你忙 但是你这些年你能忙啥了 你没有什么收益不说 基于所知你还赔了不少钱吧 你为什么做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 她根本就没法理解我 我整天因为工作 我怎么不理解你 我现在新的项目 我整天因为工作 我会忙到很晚很晚 每天基本上就是 等我从电脑前一离开 我一看窗外都天亮 然后有一次是这样主任老师 有一次是她跟我说让我去找她 那天我工作特别特别忙 我跟她说我忙完了的话我就去 结果当时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解决完解决的都天亮了 我就没去 然后她就跟我急了 你明明知道你来不了 那你为什么之前要答应我呢 我没有答应你我告诉你 我说如果我忙完了我会去找你 你不是这么说的 你明明说的就是你一定会来的 你喜欢吃红烧鸡是我跟你做了 你喜欢吃牛肉粉 牛肉给你炖好了 我还特意在网上给你买了 鲜米粉也有保质期的 你有想过这些东西 我的辛苦怎么办吗 我又不是说以后就不去你那儿了 我忙完了等我不忙的时候 我再去再去吃呗 你冻冰箱里放两天呗 还放两天我已都给到了 我给狗吃都不给你吃 你看这没法聊 平常不加班的时候 偶尔出来的时候陪你的时候 好吗 也不怎么好 她虽然工作这么忙 但是她一直都没有什么收入 然后呢 她连我20岁生日礼物都没有送过 在我们家那边 20岁的生日是比较重要的 我也跟她说过 但是她什么也没有送给我 你20岁生日应该是两年前 那会儿是我刚刚开始创业 那会儿我已经难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那会儿我的公司开在了一个 就是产业园里 那里面整座楼没有暖气 然后呢 冬天就得靠这个空调取暖 电费非常贵 我当时就为了省电费 连空调都不舍得开 带了好几件外套 在自己公司里去缩着 当时是这样一个状态 并不是说是不送你礼物 而怎么样 因为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 你有多困难呀 你有那几万块钱买设备的钱 难道你给我买一只玫瑰花的钱 都没有吗 这个不是一个概念 一个是我用来去创业 算上是我启动资金的问题 一个是给你送礼物的问题 这两个你不能混淆到一起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 她有点抠是吧 她真抠吗 她真的 还是像她说的是因为她困难呀 她在有钱的时候也特别抠 她不光对我抠 对我闺蜜也特别抠 对你闺蜜抠倒是对的 她要对你闺蜜不抠 还出事儿了呢 你说她怎么对你闺蜜抠 就是有一次 她发工资了 请我去吃饭 然后呢 我看我闺蜜这个附近 我就叫我闺蜜一起来热闹一下吧 好家伙 我们饭都没吃完了 还在谈笑风生了 她就突然来一句 正饭咱们AA吧 这让我面子多挂不住呀 关键是 是这样的情况 我当时有了一点收入了 我挺高兴的 我请你去吃饭 咱俩去吃饭 你喊你闺蜜来干嘛 跟她有什么关系呢 人多不热闹一些吗 但是你觉得热闹 来一个电灯泡 蹭吃蹭喝 那叫什么事儿 她又不是没请过你吃饭 我请过她多少次呢 这不是一个道理啊 主持人您看 她每次都是这样 我说一句 她说了很多句 弄得我没道理呀 你当时闺蜜把钱给了吗 她跟她闺蜜都给我 但是回去跟我非常不高兴 就跟我说这个事儿 不是 她的钱你也收了 她当时也在跟我赌气嘛 就把这钱也废得要给我 你知道我闺蜜在背后 怎么说你的吗 她能说我什么 不是为了挑拨我们关系 而是因为你是真的 真的非常伤人 她还为你哭过鼻子 你知道吗 不是 她跟我 不是 她为我哭 别哭在哪儿 我惹她了 我招她了 你当然招她了 我学舌的话可能没啥用 主持人我这儿有一段 我闺蜜跟我发的语音 等等等等 你闺蜜不会是爱上你男朋友了吧 不可能 那怎么会为一个男人哭呢 因为她做事真的特别伤人 听录音 听录音 很好奇啊 就这男的你赶紧跟她分手吧 现在就谈着恋爱 就那么计较 小青眼 你说你比以后还过不过日子了 而且还有啊 她又不跟我们住一起 她管那么多干什么呀 她又不住这儿又不套钱了 还可能算计着我们怎么怎么交电费 交水费的 真是无语了这个人 还有啊 搬家也是 我作为你的朋友 那搬家就搬你东西 搬我东西要死要死的 说自己腿痛腿痛 还有啊 每次说要来找你 还让你给他买酒 还给他叫车 干啥呢 请大爷来做客了 你说谈恋爱就这个样子 你结婚以后怎么办呀 那不天天给你算计 那孩子尿不湿啊 奶粉行那不还得 哎呦真是 首先啊我先声明 第一点 她说什么水费电费 主任老师是这样一个情况 她跟她的闺蜜合租 但是她闺蜜还带着一个室友 等于是三个人 她 你说 我说点啥好 我这是为你好你知道吗 你这是为我好吗 他们两个人花一份钱 你以为你这是为我好 你一个人花一份钱 对吧 我是为你好 你知道点好歹吗 关键这个问题 我替你名不平 但是我跟我关蜜是好朋友 合租在一起的 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 你这样算计我们 你这让我跟她关系怎么处呀 那没事 那您爱咋咋地 我呢以后这种事我不管了好吧 这是我的错 第二个问题 是我搬家的问题 我说清楚 搬家的事 你的东西我搬 她的东西 你敢说我没搬吗 你拍着良心说 你敢说我没搬吗 四十斤的狗粮 我一个人从那边扛下来 我又给扛上去 是不是她的东西 她多少东西我在搬 你不是不知道我腿上有伤 现在你跟她一块过来说我来 我知道是知道 而且当时我也表示了关心你 但是你就不知道 在我闺蜜面前表示一下 你有多难受 你告诉一下她 你就不让她多想 我告诉她 她听吗 我不是不知道 她在楼下说了什么 那天搬家 她听了 她不听 如果你告诉她的话 她也不至于在楼底下 吹着冷风在那掉眼泪 我后来告诉了吗 我后来告诉了吗 她还觉得她多委屈 没错 她是你的朋友 我帮她 我确实应该帮 但是你不能拿这件事 当作来道德绑架 我的一个说辞吧 行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九 大爷 怎么回事 是这样是我去她那儿 每次就是去的时候很晚 然后我就跟她说 你楼下有小卖布 你帮我买瓶啤酒 我再泡个面 然后因为我肯定是工作 在家也没吃饭 然后吃完饭跟你聊一会儿天 然后我再回家继续忙工作去 我让你帮我买个酒 买个方便面 我又不是不给你钱 我一天没吃饭 我就为了找你聊天 聊那两三个小时 我自己再回家 我屠杀我 还有别的吗 丫头 还有的 还有 说完点 我虽然对我 跟我闺蜜那么抠门 但是呢 她对别的女人又特别大方 有 就有一天我去找她 我无意中听见她 在跟一个女人打电话 我当时也没有多想 我就想着 打完电话 我再问她是谁吧 谁知道这一等 就是两三个小时 等她挂完电话 我就问谁啊 她说朋友怎么了 然后我赶紧把她 手机夺过来 我去翻她 跟那个女的聊天记录 好家伙 前前后后 一共转了 有七万多块钱 首先第一 我声明一点 这个女的真的是个朋友 或者是连朋友 都算不上吧 仅仅是一个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朋友有必要打电话 打这么久 转钱转那么多吗 我当时不是没跟你说过 这笔钱当时是 她自己拉起的 一个投资项目 她在山东 要做一个半导体的加工厂 然后呢 我说我手里还有点钱 那我就跟你投一下吧 因为这个女的 也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然后呢 我就跟她合作那么一回 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 也是因为 就是真的是有事 真的是那边出了一些情况 然后给我打过来了 这种情况不止一天两天 是啊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我能跟她有什么 不正当关系吗 有投资协议吗 有 都有 包括聊天记录都有 我也不是没给她看过 据我所知 你在这投资项目里面 有不少的钱是帮助她 美其名曰帮助她的 帮助是后来的事 是因为最后 她那边出了点问题 然后差了我个 两千多块钱 然后呢 我就说 既然你拿 我也就当帮你吧 这钱我也不要了 仅仅是这样 你说两千五百块 这样就算了是吗 就不说两百五十块的礼物了 她二十五块钱的礼物 都没有送给过我 关键是 我既然跟你在一起 我想的不是说 跟你一天两天 一年两年 我肯定是想 是给你以后的一个生活 我也可以现在 我把所有钱都花给你 我都没有问题 我为的是以后的生活 你们俩今天来的目的是 要干嘛呀 化解矛盾 这还有必要化解吗 我对她还是有信心的 啥信心啊 我觉得她也许还会 我都没信心了 你知道吧 这这这我 我听得我都寒了 就是我看不到 你对一个人的这种好 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反正这个爱情 我越秀越不对 我不知道老师们什么感受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娟 先说一下 我们这位那个男士吧 琴姐 是好的 但这里面有一个 特别大的一个点 在于说 节约和抠是两回事 对自己省叫节约 对别人省 那叫抠 但凡一百个男生 估计有九十九个男生 做不出说 一起吃饭的时候 让你女朋友的闺蜜 去AA 多个人多双筷子嘛 这体现一个男人的格局 和对自己女朋友的一个尊重 你有没有把她的朋友当作过你的朋友 我们接受另一半的时候 是接受她的全部的 包括她的朋友圈 她的家人 对吧 对 如果做不到这点 你是愧对她的 这是第一 第二 凡是两个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考虑到对方的感受 女方也没有要求你送她多么贵重的礼物 但你必须有送的这个动作 没有 你对她的这种关注度 给予度 是不够的 我们经常听到 我还是很在乎她的 我很想跟她在一起 未来我们会怎么怎么样 因为是这样 老师 你知道吧 你没有实际行动 她只看到了我身上的不好 她为什么能看到你身上的不好 是因为你身上确实不好吗 对 我承认 对吧 如果你身上没有这些缺点 她能看得到吗 她不是一想出来的孩子 对 是不是 对 这是一个 那我们来看女士 不要过于卑微 你们恋爱关系是平等的 不好咱换一个嘛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 不要过度地依赖她 什么喝完酒 当然喝酒是不对的 以后别老当她是代价 这也不好 好吧 好的 我说完了 谢谢周老师 谢谢老师 表面上看男方比较计较钱 但实际上两个人都比较计较钱 男方问题比较多 我们后边讲 女方在谈话当中 三番两次地提到 她创业没有钱 我们就单从这一件事情 角度来讲 刚开始创业 不赚钱 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不应该 作为这样一个伴侣的关系 去用这样的方式 你没有钱 又能怎么怎么维养 用这样的方式 攻击她 否定她 作为最亲密的关系 我们应该给到 她最艰难的时候 一些支持 温暖 鼓励 好不好 要用心去计量 而不是用钱 那个数字来去算 当然 在整体上来讲 你的要求不过分 过个生日 要个小礼物 是很正常的 那反过来讲 说男生 在你的续位里面 我觉得这个续位出了问题 就是你把自己的工作和创业 放在了首位 女朋友放在次要的位置 而且这种差距差得太多了 你不能平衡这样的关系 最终你们的感情 就这样出了问题 对不对 你没有算好这笔账 第二 人是很难赚到自己的认知之外的钱 如果你的格局不够 你的这种人际关系都处理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那么你也很难发挥你的意向力去在创业当中体现你的价值 因为做事要先做人 你的女朋友你都搞不定 女朋友的闺蜜都搞不定 我很难相信你能搞定你的合作伙伴 即使是表面不错 那也是一些厉害的关系 但是长久下来很难能够看到 你能跟他们处理很好的关系 即使很好的话 也仅仅是利益的关系 所以你要想好 女朋友到底在你的心目当中 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 如果在你心目当中 他差距那么大 有可能你就大根不是那么地爱他 那么说再见 说分手 不要这么吊着人家 让人家不知所措 好吗 这时候给你的建议 好 谢谢余老师 谢谢老师 这个女生啊 真的是个傻姑娘 你还笑 刚才余老师跟男生说 如果你心里没有那么喜欢 请你转身走 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说给你听 你觉得她心中对你有爱 你觉得她够重视你吗 她为什么会把钱给一个女生七万块 投资也好 帮助也罢 能给那个女生一打电话 打两三个小时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女生有价值啊 她期待这个投资会有回报 她在你身上没有期待 她并不想在你身上投资时间 也不想在你身上投资精力 不想在你身上投资她的真心 更别说在你身上投资金钱 她给了你什么 她如果没钱 可以啊 花时间陪你 她如果时间也没有 可以啊 她在和你难能可贵地 相聚的时候尊重你 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喝多的时候 她来接你 她就得来接 因为她平常陪你太少了 但是在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上 她也没有付出啊 所以你在她心中 有多少的位置 你不清楚吗 你在啥啥等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去看清楚 就是有时候不是说 她说什么 而真的是要看她做什么 来找你聊天 你给她买好酒啊 这是爱吗 二十岁生日没有礼物 不是说我们过生日 一定要礼物 但是难道不应该吗 是 这是男生应该表达一下 爱我的这种心意什么的 对啊 你自己也知道 他都没有表达是为什么 你想想着背后他忙 忙是理由吗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去 好好想一想 大好的青春年华 是不是应该放在他身上 信任这样一个 我看起来不太重视你的男人 男生其实你自己心里很清楚啊 他就是你工作忙了 闲鱼的一份调剂而已 其实我要说的并不是这个 其实我要说的 我之所以现在这么拼 这么去忙 其实还是为了他 你拼 你得了吗 那么你为了他 你是为了实现你心中的价值 和追求而已 我跟他聊过很多次 还是 你不要把自己说那么高大 我觉得人可以有格局大和小 不是所有人都大格局的 但是格局小也可以有真情意啊 你格局小也应该在和他 以及闺蜜吃饭时候 愿意去更多地付出 为了他高兴 你就不能为了他的喜欢 而去稍作调整成全他的喜欢吗 其实我这样说吧 我并不是拿他当作一个女朋友 还是怎么样 而是拿他当作一个家人 就是我觉得 比如说就是一个家人 很简单的一件事 我跟他聊过这个问题 他理解不了 停 停 停 他跟我说他叫浪漫 你有没有把他当成家人 你不用说我 还是那句话 姑娘 不要听他说什么 看他做什么 真正的家人是这样 你爸对你妈是这样吗 不是 所以你不要给自己扣那么大帽子 这个阶段没一心思谈恋爱 或者这个姑娘 没有点燃你的激情 那咱就好好去工作 对吧 你爱没黑没白的 不吃不喝的 那是你的事 对 对吧 你不要拖着一个单纯的小姑娘 拿这个忙来搪塞人家 你好好忙事业吧 谢谢 谢谢严老师 你真是想把他当成家人一样对待 是吧 你这不是用家人来表达我对待 好吧 谢谢两位 一起进入珍惜六十秒 跟你在一起两年半了 我真的非常珍惜这段感情 但是你最近对我的态度 对我的所作所为 真的让我越来越失去了 对这段感情的信心 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会不会对我多一些在乎呢 你也知道两年半是这样 之前两年一直都很好 自从这半年 我一直就是直线下落吧 无论是生活经历还是怎么样也好 确实是让我可能是压力更大一些 还是怎样的 咱们两个都有自己身上的问题 我承认我也没有理解你 你同样你也在用你的方式 来去回答我一些事情 所以也让我感觉很累 但是怎么说呢 既然是咱们都很珍惜这份 从校园开始的感情吧 我希望那以后我也会改成 谢谢两位啊 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 2360 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费用 小心被骗 来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我就提醒你一句小伙子 要爱就好好爱 买卖那事你自己颠队颠队 是不是有那么忙 祝你们幸福 来 接下来我们见证 属于他们的快乐时光 各位请见证 我相信你一定会改变自己的 是 会的 毕竟这么长时间了嘛 我还会做回之前的自己 最近这一段可能是迷失了自我 总是自己跟自己钻牛角尖吧 还是会回到之前的样子吧 行 那我相信你 谢谢老师们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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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请回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老公呢 结婚两年多了 他现在全心全意忙在工作上 每天很晚才回家 我就负责料理家务带孩子 他虽然每个月都把工资上交 可是时间久了 我觉得快和社会脱节了 自己也没有赚钱的能力 对未来呢也充满了担心 我跟他提出请个保姆带孩子 我出去工作 他也不同意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利用无法出门的这段时间呢 赶快充实自己 看书或者上网课都可以 现在信息如此发达 不存在和社会彻底脱轨 所以呢 利用这段时间充实完自己之后 在孩子步入幼儿园之后 尽快出门 找个工作 养活自己 再一次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同时要谢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